澳門旅遊坦 是大家來澳門的旅遊經典之一 我們這次來不只要看還要吃 要吃它的360度神粉 餐廳吃到飽 我們的吃到飽又載入青門打後到澳門來了 澳門旅遊塔旋轉餐廳 助力在海灣旁邊 美食和景觀一次滿足 一字排開的有生魚片 現切爐烤牛排 現煮湯麵乾麵 港式燒辣 清爽生菜 沙拉冷盤 飽足的拌麵澱粉 其他各色熟食 蒸籠點心 精美糕點 甚至連剉冰都有提供 還給整圈之後這就開吃 我覺得澳門旅遊塔的寶貝非常精彩 它有生魚片 八爪魚片 也就是章魚 之外還有我自己配 自己配沙拉 沙拉 對是我自己配 然後還有現切牛排 火腿很多 然後沙拉也有 就是一些你想要吃西式的有 然後日式的也有 以及他們... いただきます 肥美滑嫩 就是這個 不再多說 不贅述 好吃 你後面這隻超多的 呵呵呵 看到的海鮮就是這個 它已經把它炒成熟的了 是有點那種酸甜的 那種醬汁 很像東漾 從它的外表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肚子還飽滿有光 海鮮也不遜色 這裡面也表現不錯 而且真的有東漾 那些香氣 我覺得一些粵菜一定要吃 燒辣之外 我還有看到蒸籠點心 以及麵類 還有 咖哩牛腩 有看到嗎 就是 黃澄澄的 它是三寶那一種 牛肉牛筋跟牛褲都有 咖哩牛腩 非常有彈性 當然咬不斷 入味 燉煮的時分剛好 咖哩上去明顯 你們來到牛津大學的感覺 哈哈 這是縣竹區的手打麵 你可以在味覺裡面 感覺到它手打麵的那種勁道 非常的Q 然後它可以選不同的肉 我選的是羊肉 羊肉呢它雖然不肥 可是呢 它非常有羊的那種肉的香味 它可以選牛骨豬骨 然後另外一個好像雞湯的樣子 嗯 它這個手工拉麵真的好吃到 我直接再去要第二碗 而且這一次呢 我剛剛先生要的是湯的 我要的是乾的 有沒有看起來厲害 你看 遇到好吃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重點 我還剛剛要一碗湯 他跟我說你乾麵要湯 對我要看乾麵配湯的意思 規則外面有玩壞 配色玩的是白 不是玩的之前吃的是白色的 日本魂補的 哦 好香的炸醬 好 麵條骨板 師傅的手太厲害了 想要跟廚師認識認識 爭他當好友 哈哈哈哈 燒肉 我最喜歡的燒味 就是燒辣汁 看看它的餅 見證一下 哦 它因為很油 所以基本上任何時候吃都是酥的 然後它的那個 燒肉本身也是比較肥的 我妹的最愛 就是我的最愛 讚 燒耳或是燒辣配的蔥油 這一家的特別香 而且不會太鹹 會讓你想要每一口都加一搓進去 會非常提味 珍珠 珍珠雞喔 嗯 然後用荷葉包裹的糯米 有葉子香 真的有種葉子香 很香對不對 我也超愛這道港式料理的 只是怕太薄 這個蒸籠料理真的好吃 嗯 純粹想要吃到這邊餃子的味道 哦 它的皮好像差不多 哦 很難一點啊 真的喔 很有精訊 真的好吃 裡面包什麼 韭菜 來到澳門一定要吃一下蛋排 它這也是很貼心 因為小小一口 它也不會一次吃太多 皮的厚度也是剛剛好 想要中間很濃郁的蛋香 嗯 這一個旅遊卡的旋轉啊 我覺得比吉隆坡塔快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游覽整個 360度 嗯 然後一剛開始走來說一樣 也是沒有感覺到它還在動 坐下來之後就有感覺 缺點就是也比較容易迷路 對 齁真的 每次都要重回 重回來然後找一遍 我覺得旅遊卡的360度 是日常一定要來吃 它每樣東西 我們今天幾乎都沒有採雷喔 每樣都很好吃 尤其是麵排吃兩次 湯品也都不錯 都很道地 每一個東西都很美味 推薦大家一定要來吃 然後記得要現在網路上訂 就會有那種優惠 澳門旅遊卡 從最高處360度去跳望 整個澳門的景色 我個人覺得這個旅遊卡 有個噱頭 也就是亮眼的地方 就是它的地板 有那種透明的 透明玻璃的 所以你等於往下看 就是看那個高度 不是一個喜歡挑戰自我 超越極限的人嗎 那就是蹦擊阿 我不要 我要這個救 就是問題 要敢看 嗯 不然閉著眼睛誰都敢 上次我妹來都 她是這樣走 看我的腳 然後走到最後她說我不要 我敢走我不敢看 好去走看看 超越孩子的勇氣 加油 連小朋友都可以用跳的過具了 哪裏 剛剛有個小朋友 跳在你前面 你還在那邊跑 她是這樣子 你亂講 她們眼睛是開著的 旅遊卡上登高望遠 享受廣闊的海陸交織 除了食物美味之外 還能欣賞師傅的首陸活 也可以單獨前往觀景台取景 一樓也有商場可以逛 可以說是一個絕佳的複合式景點喔 介紹完畢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也感謝已經這麼做了知音 我們是PJ大俠 下次見